但是这次他这个勾手 显然韩德军是不怕他的 被打韩德军的韩德军不怕你 好球 这边只要你不进的反击非常 各位 这个手发的变化我觉得是广东队跟 包括易建联 就是说你可以外边投 只要韩德军不出来就可以投 好球 没有投篮进账 来到篮下 好球 好大的韩德军呢 即便是易建联也在篮起来会比较的费劲 从零中的情况之下强行三分出手 命中了 球队现在领先十一分 今天晚上比赛的最大领先 对于赵瑞的这个空手切动 呃 那个队房的确实是有点跟的不紧 觉得自己这个球是一个好封盖 从这个角度看比较清楚 确实是带到了手 季后赛数据13.3分5.8个主攻 但是这次他这个勾手显然韩德军是不怕他的啊 被打韩德军的韩德军不怕你 好球啊 这边只要你不进的反击非常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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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只要你不进的反击手的办法 孝瑞 郭爱伦 这个上线一刻了下线没有一键连之后啊 尼克尔森这个移动显得有点迟缓 对 一个中方没进走下来 三分三分 对 郭爱伦今天厉害啊 好球 背着漂亮 好球 不下来因为韩德军对他是寸步不离 一直卡在身前 嗯 广东这会儿啊 公联防通过不好 李耀区 这李耀区的点 哎 到了打到了第四节的后半段 这个时候需要有明星啊 明星站了 我这球都能抛进 拔球线的抛筒 正表打了辽宁的一个七比零 哎 郭爱伦杀进去看大寒 转一步 哎呀 这球啊 真是失去 身体都失去平衡了 发到远端 而且就直接出界了 真犯规 我们需要看一次录像回放 这是胡明轩在后退 确的 那么这个球呢 可能在赛后会值得一番探讨 我们还是 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再看一下 不明显这球 投一次 95比